這個遊戲叫 什麼什麼藍色惡夢 開始看看 它是 現在還是一個序章欸 可是史聽上面評價既然是好評 不可能吧 斑斑 沒有啦 轟轟轟的 沒事的沒事的boy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關於一個小孩子 他的名字叫 叫怎麼沒看到 艾登 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孩子 他跟其他小孩有一點不一樣 他都不跟朋友玩都在玩自己的玩具 他怎麼玩這麼噁心的玩具啊 就算紅色玩偶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他對其他玩偶都很壞 所以艾登最不喜歡紅色玩偶 他喜歡跟這些玩偶睡在一起 讓他感覺更安全 紅色的怪物不會來 因為怪 因為玩偶都在保護他 不管去哪裡 艾登都帶著玩偶 這玩偶太噁心了吧 有一天玩偶突然不見了 也許是紅色玩偶把他們抓走了 有的時候真正的怪物 很善良的來到你面前 甚至還 還帶著熟悉的臉龐 這遊戲也太大聲了 是他媽媽嗎 他跟小孩子講這種故事是誰才睡得下去啊 眼睛不要再眨了好不好 不要跟我說我玩一玩他會自動眨眼耶 最討厭這種遊戲了 啊我的玩偶勒 我的目的是什麼 找回所有的朋友 你看 又在眨眼 又在眨眼 恩 他媽媽在一起在吵架啊 寶寶要逃脫了 他們還在吵架 我會在那邊說 就是我們在一起在吵架啊 會在一起在吵架嗎 我會在吵架嗎 會在吵架嗎 你會在吵架嗎 你會在吵架嗎 打不開 媽媽 媽咪 找鑰匙下去 DADDY DADDY 哈哈哈 開不開耶 他有提示 寶寶做壞事 不開啊 寶寶視野太矮了啦 看不到啦 那個紅肚子玩偶 我的所有的玩具都在上面 紅肚子長得好噁心喔 這種玩具給小孩子是不對的吧 轉掉 到處看看 誰開的啊 他爸媽真的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吵不停的 我要去鑽保險 不是保險 那個通風口 寶寶要逃脫囉 等下爸爸回來就 啊 寶寶不見了 都是你害的 什麼都是我害的 你怎麼都不照顧他 然後開始兩個人又開始吵 然後都不顧寶寶跑去哪裡 TAC F 聰明聰明 聰明聰明 神筒 上面有個鑰匙欸 這個寶寶跳耳力超好的 我都不用點東西 我直接跳起來就好了 喔 TAC 我可以下去那個樓梯了 我等一下要變成多兒滾寶寶了 這個能不能推啊 寶寶推不動 你可以打開櫃子往上爬 喔 喔 原本是要 這樣上去啦 啊 我跳的就 跳過了就算了 走了走了 怎樣 整天吵架 都不知道在吵什麼 寶寶都問號問號 呵呵呵 這是什麼啊 艾登 艾 海登 艾登 艾登 沒東西了 走了 這就是街 這就是街集複製 什麼聲音啊 大家在看什麼 走開我要看了 啊 頭子掉在樹上而已啊 鏡頭有變嗎 不見了 怎麼可能啊 這是玩偶欸 看好 我要變多兒滾喔 你在哭 當你被嚇到的時候你會哭 然後怪物會聽到你在哭 那我要怎麼不哭 我躲著也會被知道位置 不要哭 找到你五個娃娃 找到方法解開前門 找五個娃娃丟前門 應該吧 哭什麼啊 不准哭 像艾登這個年紀大概幾歲啊 兩歲 這邊 這邊 客廳 剛剛不是有爸媽的聲音嗎 怎麼沒有了 ヽ ノ 這是叫我合成補血喔 巧克力 一條 吃下去 這糖果就不哭了 血量太低的時候他會一直在那邊 哇哇哇哇的 等一下再過去那邊 我又不是一歲我不是說三歲了嗎 場景怎麼突然變得 很細緻啊 什麼東西 你可以躲在桌子下面 這樣 看一下 這遊戲續戰而已感覺有點效能問題 我能夠吃的東西蠻多的吧 三歲 人家天才啊 你三歲不行 他三歲可以啊 我還要去地下室啊 不對啊這故事怎麼越走越黑暗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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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有 破 破洞欸 這個是 我要救他嗎 沒有那是娃娃呢 看一下任務目標啊 還是要找娃娃 我們都堵了 這邊好恐怖喔 這些娃娃都超噁心的 比你們還噁 打不開 打不開 嗯? 是不是娃娃喔 啊娃娃吧 是娃娃 用我的寶寶腳踩他一下 你看 我才三歲我就可以跳得 跟我的身高一樣高了 呦 嗚呼 用這個當封面 這不就你們嗎 太噁心了吧 這個圖 你看你們 五官長得 外七牛八 啊不要再講了趕快走 欸嚕 喔 你好啊 踩他幾下 啊 這個是不是在預告 預言說 爸媽其實已經掛了啊 或者是你爸爸把你媽媽給抬了之類的 這樣 因為這邊已經是變成 地下室台狼啊 吵架 吵太兇了啊 什麼東西在前面啊 我好像看到什麼耶 喔哦! 寶寶害怕! 啊 狗猛 狗猛 被鑽 鑽不下去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紅肚子先生喔 怎麼可能 太噁了 遊戲好大聲喔 好瘋喔 這個地方 我現在躲下去 寶寶快嚇死了 怎麼辦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音樂小聲一點啦 這音樂實在太大聲了 怪物是他老杯 有可能 啊 寶寶臉被撞到了 快走快走 什麼鬼東西啊 那我現在是回家 回 我房間嘛 敵人會變得更 更什麼 當你躲 躲起來的時候 欸有鑰匙了喔 欸有鑰匙了喔 欸我跑出來勒 下雨了 然後寶寶淋雨逃生了欸 呵呵呵 蛤 蛤 蛤 哈哈 把我的玩具戴上 怎樣 啊 找到你的五個 保 保護 守護玩偶 離家出走了 這個家寶寶待不下去了啦 太恐怖了 騎上我的寶寶戰車 車車要不要帶著啊 帶著 騎 耶 轟隆隆隆隆 寶寶飆車 沙灣 前面是誰啊 媽媽在叫我 前面是誰啊 耶 寶寶嚇哭了 沒有了 請在steam加願望清單 他這個故事好像蠻黑暗的 可是是用寶寶視角去詮釋欸 他是一個恐怖遊戲 只有一個人做這個遊戲 哇塞 出來的時候來玩玩看吧 劇章做得不錯不代表後面做得好欸 還是要觀察觀察 不知道他是做惡夢還是真的欸 好 先關掉啦 等他正式版再看看吧 將來也請見 fourth 他慢聽啊 要不要跟著我 可以跟妳說